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嘉福即将在二月 赛赛赛 教育学班的 作法预备接爱行动 让更多人教育小学生学生 能安心向下 北台南交付主任 庄司会标示 我想很感谢我们的小朋友 应该大朋友 佩萱 自己提出这样的一个建议 希望用他的手绪 因为他现在是在餐饮科 也曾经在伴手里边获得金牌 这个过程里边当然也有很多的不顺利 他很认真去努力的部分 因为我们下水期的奖助学金的颁发即将进行 目前经费 总经费是要590万 目前大概还有170万的缺口 佩萱 他就想说做一些小饼干 然后我们在下礼拜一跟二 会在七代邮寄门口前义卖 那期待就是说 大家来给孩子鼓励捧场 那也让我们的义卖场 能够筹策到我们的奖助学金 那能够胜利在2月12号 画放给我们所有的 弱势的水族 安心去向水 那也谢谢大家 一个蔡兵科 二年级的沈佩馨 董哈 标识 那个 这一次很高兴可以来跟家府的 就是同学们一起做饼干 对 可以把我所学的一点东西 然后拿来就是做一些就是帮助 可以帮助家府的就是募款 因为我也是受到家府帮助的一个学生 所以如果可以就是让自己可以付出一点点 然后可以回馈一点点给家府的话 那就是也很开心 我会选择餐课的原因 也是因为刚好有受到国中记忆班 然后受到老师的启谋 然后就是也是因为他所以才读了餐课 然后也是他给了我信心 对 然后就是他告诉我说 我是有天分 所以他希望我可以努力 然后他愿意带我靠去证照 那真的读了高中之后 也是因为他的关系 然后还有家府的帮助 然后我就是很幸运的 考证照也是很顺利都有就是一次通过 对 现在靠去了五张 虽然说就是过程中也会想要放弃 因为像有些证照就真的没有说到一次学就可以马上学起来 还是会有失败的过程 当时当然也会很难过就是觉得很沮丧 会不会我真的不适合餐课 但是后来也是老师跟我说 就是你不要因为失败 然后就开始去怀疑自己 然后变成说你做出来的东西也是因为你自己的心态不好 然后东西也越做越差 所以其实调整心态 然后再去重新学习重新去尝试 东西都可以越练越好 要从失败中去就是学习到你哪里做错了 然后下次不要再去犯 这是我觉得如果失败了可以从里面学到的 而不是去惧怕去害怕失败 对反而越怕越错 对所以就是很高兴可以来参加 也谢谢家福的帮助 然后让我可以想考证照就可以考证照 不会受到很大的就是经济压力 然后家人也可以支持 还有一个参名科二年级的审佩心同学 表示 一路走来十分感谢做学人提供帮助 在表明心里后 下天也找来五位同学 受祖于学祖作为来求促 现场制作了激发饼干 星人瓦片 蛋塔 奶酪 他不价定在20-50 块钱 其他民众可以来烹饭 同时也十分感谢 黑松亲子教师的彭文欣老师 主动提供重提协助制度 并另外製作 米蛋糕和新闻签诚书赞助家福计划 并拥救助大家共同参户 抑制服务力 抑制服务力 脱贫 助手希望工程的行动 北台南家府助手邮政发布帐号 0035632 請助名助手金 架行电话控制 632数目60 以上是十八面新闻报道 9 10